古兰经,珍珠是全知全明的,2比255,故事,在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著名的法官,他以公正联名著称,有一天,两个人来到法官面前,为一件纠纷争吵不休,一个人说,这匹马是我的,另一个人说,不,这匹马是我的。 两个人各执一词,法官一时也无法判断是非,法官想了想,说,你们两个人明天再来吧,第二天,两个人又来到法官面前,法官问他们,你们昨天晚上做梦了吗? 一个人说,我梦见自己在天堂里,另一个人说,我梦见自己在地狱里,法官听了,立刻明白了真相,他说,这匹马属于那个梦见自己在天堂里的人,众人听了,都佩服法官的智慧。 教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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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